还有一次 我们班有个主办者 是个女的 她家里面开的饭店 她一聚会 就把你招到她家饭店里吃饭 人们都贪钱啊 一百块钱 每人一百块钱 四五十号人又是 然后就去她家吃饭 像这种聚会 我告诉你 就是为了吃饭 还有这么一种聚会 上学的时候 就喜欢某某某女生 但是呢没有机会 通过这么同学聚会 签上线了 问题就来了 重温旧情啊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大老板 五六十岁的人了 自从签上线以后 从太原去北京 和女同学团聚 嘴上说的是同学聚会 其实是开房间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